您好 我是陈海英 欢迎收看台湾1001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英慢慢说给你听 在今天我们的四个故事 都紧紧扣住的是一厢创业的单元 有香港来的港仔 竟然可以只身在台湾开上四家餐厅 还有电子工厂的女工作业员 居然可以打造营业额上亿的婚纱王国 以及一群回不了家的捍卫战士 他们就在异乡台湾卖起了家乡淮阳菜 以及台湾牛排教父 如何从扫厕所的学徒端出顶级的梦幻牛排呢 今天说不完的故事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 千万不要转台了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许多人创业 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做吃的 那么在台湾呢 也有许多外地人 他们靠着吃在异乡打出了一片天 比方说呢 我们带你看到台北的这一家麻辣火锅店 老板呢就是香港乔生 本来是想要当律师的他 后来改行居然卖死了麻辣锅 而且一卖就是15年 这位型男主厨 如果你经常看综艺节目的话 会看到他在节目上呢 经常介绍大家如何做料理 他的麻辣锅做得有声有色 餐厅业绩也下下叫 他甚至呢还跟我们爆料 第一名模林志玲的食量超大的 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这个香港乔生带台湾创造餐饮王国的故事 鱼丸虾丸牛肉丸 大猪小猪落浴盘 一锅的满江红 让人看得口水快滴下来 躲在敦化南路二楼麻辣火锅店 没有明亮店面显眼招牌 试图老涛自然温香而来 就像老台北总是爱说 这里是已经拆掉的复旦桥头一样悬念 它的汤头就是很香 然后它麻辣的味道是很舒服的 舌头完全不会觉得很辣很麻辣 就全很好喝 可以一口接着一口 还有香港人到台湾自由行 也专程来这感受台湾式的麻辣热力 他之前来过台湾一次 之后他吃过好事 所以我们再过来一次再吃一趟 你有来台湾会可以去台湾来吗 一定会啊 在麻辣火锅一级战区台北飘香15年 这里的麻辣锅名气数一数二 能够历久不衰 全靠大厨梁振业的辣手绝招 第一招是可以和达辣的麻辣汤底 而且把大江南北的麻辣绝配也于一炉 麻辣的来源是来基于花椒 所以一定要用西村的那个大红袍 这种花椒粒它才够香 如果你用到越南啊泰国那个呢 味道就没那么香 老江打底倒入四川的花椒大红袍 八角 新鲜半干湿的海椒 增加香气的酒酿 热火的干辣椒二斤条 杨老板把一时一地的料件阻隔 比大陆原生的红锅更去无从今 那二斤条这个干辣椒它的特点在注意 它很辣而且很够味 那一般的干辣椒都没有二斤条这么的辣 还有四川皮线豆瓣混入台湾的甘甜豆瓣酱 麻辣锅在灵魂 豆瓣酱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豆瓣酱在一般的正统西村菜来讲 喜欢都是用皮线豆瓣酱 但皮线豆瓣酱有个缺点 我个人认为它只有咸味 它没有桂干味 但是台湾的岗山的豆瓣酱 它桂干味很好 所以我们就用两种的豆瓣酱的比例 去做成这个豆瓣酱 台湾岗山老冰原生的豆瓣 再加入冰糖下去拌炒 麻辣汤底的香气立刻铺敌而来 但别着急 想要只辣上面不辣后面 只麻泥口不麻出口的话 还要这几样 然后我们可以放少许的甘草来讲 让整个火锅来讲 它有一个降火器的作用 像这个我们都会炸 蛮多的分量进去的 这个叫做白豆瓣酱 它的作用在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吃麻辣 可能说它对它肚脂里面 肠胃里面比较不适应 那所以我们炸的这个白豆瓣酱 它是一个整肠的作用 让你隔天可能说 吃完麻辣锅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然后和新香中药台 加入港式高汤熬煮8小时 就是梁正夜火红麻辣锅界的第一秘诀 鸭血很入味 然后很嫩 像果冻一样的鸭血 鲜嫩有弹性 这是好汤才有的好料 为什么有一些垫塌的鸭血 就都不好 因为血不能碰到太多的盐巴 如果说里面 你的像微筋 盐巴一些炸太多的话 它会造成鸭血 会变成凝固 好像豆腐一样碰到盐巴 就变成很硬 梁正夜还有第二把刷子 现做的咸虾丸 做很Q啊 然后吃得到虾子 不然太小 太小知道你的肉质打太绵的话 它就没有咬劲 它弹性就没有 新鲜的草虾打之老 打成虾泥加入麻油胡椒粉 刚做好的虾丸就直接上桌 牛肉丸 墨鱼丸同样比照办理 台北火锅店里比新鲜比诚意 梁正夜可说是完全制霸 加上手工切片的松板猪肉 以及经过冰镇三温暖的鲁牛筋 手工时台红不让 坚持单点 迎战吃到饱火锅军团的围剿 套得全是最基本的坚持 第六年的时候 吃到饱的市场刚刚成立的时候 有很多的朋友建议我改成吃到饱 但是我觉得吃到饱它是重一个量 不种植 它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 没有办法用到很好的食材 很好的手工菜 很好的汤头 所以后来我们就很坚持 我们的最传统的做法 四川麻辣味 台湾豆瓣酱 港式糟汤 混成独步两岸三地的台湾 麻辣锅 一人五百 被遇清尘美凤 都是他的座商兵 不过梁正月收服名人蔚蕾的 不只这一位一个露宿而已 中山北路六段隐身天母巷弄里 白色的老式别墅显示宁静 古董家具高档水晶灯 混成了一股情调 我们做这个餐厅就是让客人来享受美食鲸鱼 可以很放松放松在一个空间里面 别人都不必要在打扰 然后去到朋友家里面用餐一样 不同于麻辣锅的客修 这里卖的是私人私宅的私房感觉 是成功率百分百的求婚胜地 也可以是party的秘密基地 没有菜单Fusion厨房不独孤一味 想吃啥先跟大厨交代 梁正月都变得出来 我们可能有一本料理的师傅 可能有西餐的师傅 各方面的师傅我们都有 只要大家的专场去讨论说 一个菜怎么样就变成了 三个月大的小牛菲利 要皮肩过锁住肉汁再送进烤箱 配上当令蔬菜 林志玲暂不绝口的小牛菲利 做松木岩就这么完成 林志玲什么都喜欢吃 真的吗 真的 而且它食量很大 有吓到当然有 因为身材那么好的人 怎么可能食量这么大呢 对不对 而综艺大哥大张飞 也是梁正月的粉丝 飞哥 他们也是不挑食 就是说 你这菜做得蛮平均 他们都其实很耐心的 就是说你不要说一成不变的 都是每次来都是同一个流派 从一千八的套餐 到一人两万的顶级螃蟹大餐 完全难不倒梁正月 中餐西餐日本菜 完全在他脑中手中 混合融合成为一道道的创意料理 没有国界只有美味 就像他的港仔国语 融入台湾生活超过二十年 一样自然 身价好几千万 单身的他还是电视里的 型男主厨 堪称师奶杀手 好 Peter 是 那我们就先开始了 好 古老蜜肉 古老蜜肉 连外国人都会欣赏的中国菜 这个蒜头 蒜头我们切片 当厨师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 梁正月十六岁开始在香港 广东菜馆当学徒 当时的厨师地位不高 工作环境欠佳 让他一度脱掉厨师袍 二十岁来台湾当乔生 进中心大学念法律 香港人的印象来讲 当医生 当律师 都是比较有钱的上楼社会的那些人 才会做这些东西 所以你那时候很想往 每个人都会想往 我相信 因为拍戏就这样拍 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 枯燥无味的办公室工作 让他怀念厨房的各种美味 我的心 我的兴趣 原来是在餐的部分 后来我发觉 孩子在餐的部分 所以后来我有离开这个 法界有委屈餐饮界 于是他到四川学穿菜一年 喜欢台湾生活环境的他 十五年前跟家里借了台币八十万 回到台北开自己爱吃的麻辣火锅 到法国来带学校进修 频频拿下香港中国烹饪奖项 堪称国际厨王 不只有手艺 梁振业还比别的大厨 多了商业经营的概念 看准台湾的多元文化接受度 以及学生的荷包 他还在师大夜市开启香港茶餐厅 茶餐厅混合南洋港式口味 大受台湾人欢迎 定理道地现做的菠萝包 更是大排长龙 会做食物和会卖食物 同时在梁老板身上找得到 他还从麻辣锅延伸触角 做起麻辣烫生意 经济不经济 有一些客人他喜欢说 我可能想吃个麻辣亚学 吃个卤味 吃个小东西 那我后来我含量过这个东西 那在我的 现在在我们的机缘里面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 做一个整理跟解压 这次混得更厉害 其实它是一个台湾的炸类乳味 然后西川的麻辣烫 那结合香港的这个咖喱鱼蛋 这三方面结合在一起 麻辣烫生意照样发烫 杨振业还打算开放加盟 扩大规模 从五块钱起跳的麻辣烫 卖到两万一克的私宅料理 不放过任何一块新台币 梁振业的抢钱心法 除了品质还有企图心 第一不敢讲 就是让大家都有知道 在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有占了一席这地 其实我们有建立一个品牌 我们不是建立一个餐厅 其实我们每一个地方 都建立一个品牌站 那品牌建立起来 才能永续经营 梁振业台湾香港乔生 四川麻辣台湾酱心 混入香姜汤 讲究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房屋料理 而是去无存经 它的无国界私宅定制美食 更是台湾美食文化的象征 在台湾人的味蕾里 混得用心混得多食多地 梁振业混得有声有色